香港立法会上星期五 建制和泛民两派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爆发混战 星期二法案委扬会复会后 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双方互不承认对方的法案委扬会会议的合法性 双方议员争夺和控制会议室的努力造成混乱 为防有人事先强占会场 有泛民议员通宵守在上了铁链的会议室外 两派议员都在追踪对方的开会地点像是捉迷藏 议会走廊内记者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 听到一点风声立刻就是一阵奔跑 8点30分左右 混乱中的两派法案委扬会议员 曾短暂出现在同一间会议室内 但是会议没有开成 建制派议员很快一起离开 最后建制派法案委扬会主持人石里谦 以环境恶劣为由宣布会议结束 民主派法案委员会主席图锦身 在进行了一段会议程序发言后 也宣布会议结束 双方先后与媒体见面 民主派议员黄碧云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今天看那个逃犯收定的条例 但是我们都不能继续下去 因为第一政府没有派人出来 秘书处没有自完我们 另外建制派他们不承认我们的主席跟会议 他们要另外搞一个非法的一个委员会 所以就变成现在很大的正义 就是哪一个才是真的合法的一个委员会 当然我们觉得我们是跟议会的规矩 成立的发案委员会已经开始了 已经选了主席了 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去继续审议这个发案 议会外面支持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民间团体 一早就在示威区内集会 对抢场面火爆 针对立法会内的僵局和混乱 保卫香港运动的陈杰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希望这个议会有和平 按照会议来开会 不能说打架靠打架 谁打赢 谁阻止这个开会 这个是不合理的 这是什么 这是土匪的行为 这不是民主社会的行为 报道说民主派法案委员会主席 土锦森呼吁 特首林郑月娥出面牵头进行政治协商 以打破当前紧张局面 林郑月娥星期二短暂露面时呼吁议员 相互尊重并履行立法会限制功能 并说有好的意见会认真考虑 民主派的一项要求是 林郑月娥撤回逃犯条例修法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